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关心地方大小事 散播在地正能量 大家好 我是洪梦凯 欢迎您再次收看希望好所在 希望好所在 每个礼拜来到了这个时候 都是梦凯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呢 在这个希望好所在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透过深度的访谈 一对一的邀请来宾到节目当中做深度的对谈 最主要的呢 就是希望让这些来宾 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生活点点滴滴 以及他在各个领域上面 专业的一个努力付出跟奉献 其实孟凯常在想 这个地方之所以为一个希望的好所在 真的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多么特别 或是了不起之处 而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事物 持续努力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奉献 不断的成长 而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而让我们地方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充满希望 所以咯 如果说您现在手边 还有其他工作的话 诚称地邀请您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 放下遥控器 我们静静地来欣赏这个礼拜 为您带来的希望好所在 看看又有哪些不同的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今天一样为您邀请到 这一组很特别的来宾 刚刚孟凯在节目录影之前 稍微跟他们聊了一下 以前都觉得孟凯还算年轻 但是今天遇到这两位 是可以算是小鲜肉 就真的才觉得说孟凯已经老了 怎么办呢 不过没关系 江山带有才人出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任何时候都很欢迎 持续地来很多的朋友 来为我们地方来努力付出跟奉献 而这两位也是我们的泰国的华侨 所以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泰式三兄弟 郑伟迈跟吴思华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你好 你好 来伟迈是 是你吗 那思华是 思华是你 OK 好 伟迈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然后为什么当初会 因缘际会想要过来台湾 我从两年前来台湾 然后我觉得我想学中文才来台湾的 对 想学中文啊 对 你从哪边过来 我从泰国过来 泰国 对 那你在泰国是住 住曼谷 曼谷 OK 是 所以泰国学习中文的风气盛吗 盛 但是我觉得在泰国学 还是没有在台湾学好 对 对 因为那个环境啊 不一样 就像泰国你就没有机会上电视台用中文来接受访问 对不对 OK 那思华勒你自己为什么会过来到台湾 嗯 我觉得 来回来台湾念书会比较好这样子 就有新的经验可以自己生活什么这样子 嗯 对 等于是 也算是比较独立的就是离开 不能讲说离开父母 但是就是真的要自己独立 对不对 嗯 去年我妈妈才搬回来的 对 OK 所以妈妈也跟 跟着搬回来 对对对 回来台湾 对 了解 好 不过 呃今天会来到节目 其实是因为尾迈跟思华啊 现在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是把 虽然你们是 算是泰国的华调 可是呢 你们把泰国的食物给带来到台湾 对 对不对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泰国食物 因为可能是东南亚天气比较热 所以说相对来讲 这个泰国食物都是酸酸辣辣甜甜 可能大家想象都这样 而且呢 重点是都非常好吃 所以来讲一下你们现在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呃我们带来的是那个 泰式干净食物 就是 泰式干净食物 对 对 就是很像 就是健身的食物 嗯 哦 是 嗯哼 那泰式 泰式 食物跟 呃 养生的食物来 对 合并在一起 嗯哼 对 然后就 变成我们三兄弟 的便当 对 的便当 嗯 泰式 所以说你刚刚讲是 呃 干净食物就很像是健身 所以说它是一个高蛋白 对 高蛋白质 对 又低热量低脂肪 对对对是不是 对对对对 无油无烟 无油烟 对 哦 所以你们很特别耶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 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有在健身吗 对因为我们本身有在健身 所以哦 台湾的食物有一点油腻 对对 很多有很油腻 所以我我就想要自己煮 然后就顺便卖便当 OK 对对对 那现在主要卖的便当是 就是开店呢 还是说网路上预购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销售 呃 在网路上预购 哦 对对对 嗯 呃 就是很像 呃 晚上的时候 订购 然后明天中午12点 就会送到学校里面 在Facebook 哦 是 所以你们透过Facebook的方式 等于是让同学 或是说让这个消费者 就订 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就是前一天晚上 算是当天早上做 做完之后就去送去他 对对对 OK 哇那这样子这个 生意也算是蛮新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哦对 对不对 那你们这样子已经多久时间了 我们做了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 然后现在有暂停了一下 嗯 对因为 现在课程 看价到了 是 课很多 对课程就有点慢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在学的学生 对 嗯 是 哦所以你们这样变是说两边 这有点算是打工的性质 可是你们是把他真正正正正就是 把泰国式的这样便当带来到台湾 对 对 这样的一个餐盒 比如说一餐 嗯 你们有算过或说有可能跟这个营养师讨论过 说这样一餐差不多有多少热量多少蛋白质吗 我们有自己算过就是有拿饭来量一下 对 OK 多重 然后总共差不多四百多大卡 四百多大卡 哦其实相对来来四百多大卡算是蛮少的 如果说以一个成人来讲一天可能摄取量至少是两千五百大卡左右嘛 对不对一个成年男性两千五百大卡左右 所以说如果换算成一餐差不多你可以摄取到七百大卡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用一个四百大卡的话 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对 可是你又可以让他吃的饱 吃的满足 对 OK 当初怎么会想要做 就是你会觉得说泰游 但你们自己在泰国有做菜吗 呃 有的时候 会自己做 但是来台湾我们就比较常做因为 会想吃 对会想吃 会想念泰国菜这样 OK 嗯 那现在 那斯华你请教一下就说 那现在你们推出了一个学期 等于是半年的时间 嗯 反应怎么样 嗯 销量 会每天有一个固定吗 还是说有人吃了之后会重复回来订吗 刚开始之后很少 然后到一阵子之后 最少一天大概三十个 三十个 诶那其实算不少啊 对不对 就变成是说有三十个 最多就大概七八十这样一天 一天有到七八十 那其实是蛮不错的 对 变成是你们没有店面 但是你们是用 等于是他就一定要知道 他才会重复来订嘛 对对对 或者说 因为你们可能也没有打什么特别的广告 对我们完全没有打广告 嗯哼 就只有Facebook里面 就靠口耳相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post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主要还是以在学的学生 就你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咯 啊对 嗯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 健身房教练旁边他会过来订 然后过来拿 哦 就是单讲附近这样 嗯 哇其实是真的蛮特别 其实我觉得树叶有专攻啊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想是说 很特别的一个角度来切入 他不是这个卖士三兄弟 泰士三兄弟啊 他不是只是说切入一个这个 泰国便当的市场 而是泰国便当 但是他又是走的是健身的高蛋白 低热量低脂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无形当中等于是你们 专业分工的很细啊 嗯 嗯 对 对 好那 在这个一个学期里面 你们自己学习到什么 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感想 因为譬如说当然现在还没有 一直在做这一个business 可是呢 在准备食材上 会不会对你们造成一些困扰 也许明天突然 不知道就像你要平均 可能一天三十个便当 但突然明天就变到六十个便当 那你们会不会手忙脚乱做不出来 或者是准备了六十个便当 结果突然明天只剩十个人订 那这样食材控管上是不是也有点麻烦 那你们都怎么克服呢 我们就是如果有客人订很多的话 我们会有叫一些朋友 就请他们来帮忙 对 OK 会做得出来的 然后如果太少的话 我们就会自己卖自己的同学 便宜卖 就是便宜 等于是说在销售给自己的同学这样 就是我们有人几个人订 我们就做几个便当 OK 就不会做超过那个数量 好 那当初是谁的构想 就是把你们这几位给召集起来 然后要做这一个business 是我们三个一起讨论的对 一起讨论上来 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在运动对 OK 所以就一起 我们很常一起煮饭 吃来吃对啊 嗯 了解 好 那可不可以那也分享一下就说你们的这个泰式便当里面 通常都什么样的菜色 跟台湾不一样 当然你们已经来台湾两年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知道说台湾比较 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的是台骨饭 对 鸡腿饭 然后又炸的对不对 或是鸡排 我那个一听起来就是热量很高 对啊 对 可是那你们的便当里面的特色 有什么样的一些菜色 我们是用水煮鸡肉 然后鸡胸肉 鸡胸肉 OK 然后后来就是再调一些味道 变成泰式料理这样 对 对然后菜我们都用水煮的 嗯 蛋也用水煮 所以就没有什么热量 而且有 就我们的菜很特别 就有五道菜 然后可以选三 嗯 可以选三 OK 配菜 我们的饭是用那个紫色的那个饭 紫米 紫米 对对对对 就比较养生 对对 也比较这个小淀粉 淀粉也相对小一点 那纸然后会比较 饱足感 对 饱比较久 对对对对 哇这听起来是 但是又回到一个老问题 因为这种养生餐相对来讲 比较不好吃 对不对 就是先入为主的概念 就像这个水煮鸡胸肉 应该不能讲说比较不好吃 而是比较没有味道 味道没有 口味没那么重 一般的这种外面卖的外食 为什么大家喜欢吃外食 就是因为它口味好重 炸鸡腿炸鸡排 胡椒盐撒一撒 哇就味道很重 那有没有这些这个消费者 跟你们反映说 你们的菜太清淡了 我吃不习惯 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都用泰式料理方式来煮 就是用很重口味的 就有辣椒 还有大蒜 蒜头这样 对 但那些东西反而不会增加太多热量 对对对 然后会有加泰国一些酱 我们就调比较少的热量来加 OK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生意跟一个想法 因为相对来说其实 不瞒各位观众朋友说 孟凯之前也是有在这个健身啦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为了要拍婚纱 大家知道吗 但是就一定有一些特别特别 当然现在人我觉得说 大家的养生 大家的这个运动 大家的一个生活作息的观念 也慢慢在改变 以前觉得是说 这个男子没有一个肚子 好像就觉得不够有分量 那当然这个是借口啦 其实说实在话 你如果说可以保持肌肉比较 线条比较多 或说肌肉的含量比较高 一来当然穿衣服好看 二来其实自己的体力 或者说自己的工作啦 自己的这一些也都比较好 那还有三来 真的会自己比较自信心一点点 对不对 体力也比较好 反应也比较快 那所以说呢 怎么样能训练自己 让自己的这个肌肉含量比较高 其实这就有赖于就是说 饮食啦 运动啦 都要相互相成的控制 对对对 你们自己本身为什么会走上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理由 你们自己为什么会也热爱健身 就是因为我们 本来就是想要有一点肌肉 对所以就开始健身了 比较好看 对比较好看 比较容易追到女朋友 对 对 这是终点 那现在有成功吗 呃 努力中 好 有成功 好有成功 对 实话呢 你自己当初怎么会想说要 我不太喜欢去健身房 可是我比较喜欢游泳 OK 嗯 嗯哼 因为我觉得太太吵了健身房 嗯 就是你比较不喜欢说这样子 你做很多的机器啊训练 对对对对对 嗯哼 但你还你也是喜欢运动的 嗯 OK 踢足球啊什么之类 在泰国我 很常踢足球 对 嗯哼 对其实 呃 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就说你们现在从 泰国来到台湾两年的时间吗 对不对 那有这两年有持续也有回泰国吗 还是 有回去就是每个放假都会回去 每个放假都会回去 分享一下泰国 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泰国 也很多的泰国朋友来到台湾来游玩 那尤其是像去年我们也开放了 就是说泰国来台湾是免签证的 就现在泰国的朋友来到台湾 是不用签证 那我们到泰国其实也都非常方便 好像落地签证就可以 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 越来越多人也都很喜欢 往泰国去做个简单的 短暂的一个小度假小旅游 那尤其是泰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文创产业非常的发达 对不对 好像听说文创 文化创意产业啦 T恤啦 一些那种小视频啦 哦 对就在泰国是非常 就是手工那种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或者是说 有没有什么推荐 如果说像台湾的朋友要到泰国玩的话 你们会不会给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嗯就是 我觉得比较建议就是手工的东西 对泰国做手工的东西比较 比较好比较便宜对 对是像什么样的东西 是像T恤啦 还是像一般的一些传统服饰 还是什么制品之类的 有家具 对家具很便宜很漂亮 就是用木头做出来的 对对对 是木头的一些家具 对 OK 这话咧 有没有什么 如果说像你有台湾的同学 要想去泰国玩吗 如果说讲说去泰国走走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要去泰国的 就是去 必看必玩的景点 海边啊大自然这样子我觉得 然后去就乱吃这样 就吃 嗯 像泰国是不是 呃我记得好像曼谷 也有一个很大的夜市 是不是 对对对 好像很多台湾人 就像比如说来到台湾 你可能一定要去走 对就是淡水的老街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去台北的士林夜市 但到曼谷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夜市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就是有有一个中国 Chinatown Chinatown 对对对 是一个很很热闹的地方 对一个很热闹 很像夜市 但是就开一整个晚上 开到早上对 一整个晚上 一整个晚上 都大概三四点这样 嗯 对对对 那都有游客吗 很多 游客对 OK 所以是来自四面八方各地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泰国他 他这几年他的定位也非常的好 就是他把他自己定位是一个 东南亚的一个旅游观光的一个 一个地点 地点 所以说非常多的很有善 所以说很多的欧美游客啦 很多的这个亚洲游客 也都很喜欢去泰国 那自住行是不是也很方便 嗯 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对就有那个交通比较方便 对交通越来越方便 但是在曼谷交通还是搭乘 大众交通工具吗 还是taxi会比较方便 对因为有一些小地方 就那个MRT去不到的 走不到的 好那所以接下来就说像 也会介绍很多朋友就是去这个泰国旅游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对不对 然后刚刚思华你有提到是说海边 曼谷也会跟海边有 大概两个小时 OK那还是如果说通常要到泰国 要去海边玩的话 也都是到曼谷然后再转吗 还是有其他的城市 比如说像台湾可能就会有墾丁 对不对 那泰国有类似这样的地方 就是待在曼谷 先待在曼谷玩几天这样 然后再去北部的这样 北部 比如说像什么城市 会是比较多观光客去 嗯很 帕泰亚好了 阿泰亚就很多 对 其实就是蛮知名的一个旅游度假胜地 对不对 对对对 就很多外国人在这里 对 所以你们来台湾两年 然后也学习中文的一个过程 那so far 请你们比较一下 如果说台湾跟泰国 你们遇到的不管是华人也好 不管是泰国本地人也好 你们觉得像台湾跟这个 有没有什么比较不同的差异 哦我觉得台湾人跟泰国人很像 很像 就是个性还是有那个习惯 很像 只是一个讲中文一个讲泰文 是吗 对对对 嗯哼 就个性什么都很像 我朋友跟我台湾的朋友 的个性很像 对 所以那个 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是相处起来也都还 都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OK 此话你觉得呢 有 我也觉得一样 就是 其实台湾人跟泰国人都差不多 感觉起来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 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要自我设限 而是你就是比较 open mind的一个角度 比较开放一个角度 其实是 大家其实都可以互相当成是很不错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那你刚才讲是相同 那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当然会有但是 生活习惯还是 因为泰国我们知道是 还是一个比较佛教的国家 对不对 蛮多佛教 甚至可能路上会有很多的僧侣来行走 那在台湾比较从事的 当然也有佛教 可是更多其实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台湾其实很多时候是道教 就是譬如说像我们拜 妈祖拜 关圣帝君 这是我们的这个神明 对啊 那像来到台湾 你们有去这一些 庙宇或是文化去走走看看吗 会有去过那个 会开那个樱花那边 淡水上面 对对对 那边很漂亮 对 OK 所以也都有去这边走走看看 对对 所以你们有觉得哪里台台湾跟泰国 比较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 呃 泰国人比较热情比较 有更热情 对更热情 对 台湾比较保守跟比较 嗯 含蓄 对对 对就有些时候可能 不熟啦 如果说这个比较 陌生一点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含蓄 不过如果说到南部 尤其是我们大家讲到台湾的南部 相对来讲就是热情很多 所以下一次也许你们在北部生活 但是偶尔也可以去南部走走 应该也都可以感受到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特色 对不对 然后节目最后时间的关系 其实真的很感谢今天我们 特别邀请到我们泰式三兄弟 这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而一位是我们 这两位其实都是我们的泰国华侨 那他们的后代 所以说两年前也来到了台湾 那最主要是跟父母也好 说跟自己过来 主要是要来学习中文 那最主要呢 他现在也在做一个很特别的生意 就是所谓的这个泰式便当 而且是泰式的养生健康便当 里面强调的是高蛋白质 低脂肪低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便当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而这两位呢 分别就是我们的郑伟麦 以及我们的吴思华 两位其实都是非常年轻 已经才二十岁二十一岁的年纪 但是已经非常的有商业头脑的 正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所以说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比如说像这个学期 之前已经软过一个学期了 那这个学期可能客业稍微重了一点 但是之后还有打算要再持续的 往这个餐饮的部分再来发展啊 会就会回来 可能是下个学期会回来开 对开店 而且下个学期课不会那么多了 不会那么多了 对 其实也有考虑说找台湾的同学 一起来合作吗 有考虑说就想做 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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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Delivery Delivery OK 就是做外送 其实现在蛮多的 譬如说像那个Footpunta啦 或者说什么这个什么有无外送 反正就是很多的APP 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结合 反正觉得很多人可以接单啦 做生意啦 那你就可以更更方便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之后可能打算就是 朝外送这边来进行 对 好 那我们期待我们的泰式三兄弟 可以把这个健康饮食养生 跟这个高蛋白质 低热量低脂肪 这样的一个 很好吃美味可口的泰式便当 继续个推广出去 让更多 不管你是健身爱好者 不管你是上班族 不管你是外食族 你想吃的健康 吃的均衡 吃的营养 都可以来选择不一样的口味 这样的泰式便当 我想这也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个选择 跟难得的一个 不同口味的一个尝试跟变化 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泰式三兄弟的 这个郑伟迈跟吴思华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希望好所在休息一下 我们稍待再回来 感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